请问这么一大笔钱汇进首相的户口 国寒总裁会不知道吗 为什么丑闻爆发后他没出来解释 三位有谁要回答 所以我相信我们三个都没有办法 替中央银行总裁Jetty本身回答 不过我觉得如果一旦身为这个关键人物保持沉默 有时候在不当的时机保持沉默就等于默认 沉默不是金沉默是害人金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觉得Jetty他本身有这个责任 这是他的所谓的statutory duty 法定的责任 因为这个条例是由你中央银行所制定的 而你身为各个银行的最大的最主要的监管人 你躲住不见人 我相信这个对Jetty本身的信誉也有一定的打击 可能他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是他有苦衷 但是无论如何全国人民这个已经不只是国家 刚才隐形说是隐忧 我觉得是国难 国难当前 因为目前你可以看到了 因为这26亿引发了整个投资恐慌 投资者的恐慌 马币跌跌不休 这个已经是引起了一个恐慌 甚至跌破了心理防线 一堆四美金 这是第一 第二 为了扶持马币 我们辛辛苦苦存的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在短短两年里面 从1410亿美金 跌到现在的967亿美金 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储备金 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面蒸发了 这是国家的很大的危机 不再是隐忧 你问我是国难当前 屁股有责 所以Nagy本身他必须要交代 你不 现在一定要怎么交代呢 我相信我们三个都会认同 站在国家的利益 也对Nagyip公平 因为我们相信一个人是清白的 直到他被证明有罪 他必须要休假 休假 然后接受调查 一直到调查结果公开为止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严谨中心的立场 我公开很早就说了 就是应该 因为这个指责的话 是非常严峻的 是一个国家的首长 出现这样子的 非比刑场的情况的话 带来了 其实我们国家的经济的 这个基本盘的话 相对还是相对是稳固的 经得起一些风吹一打 可是我们不能够承受这种危机的延迟 外币外在拥有者的 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市场的信心 除了刚才外币所说的 这个马来币的话往下掉 跌跌不休之外 你股市的话一直往下掉的话 如果说今天呢 跌到了4.25的防线的话 外国的资金的话 这个债监的拥有者开始抛售债监的话 它将引起另外一轮的灾难 所以这个可能是对国家整体的利益来讲的话 我认同外币的想法 就是我也公开说过了 首相他必须要 打开来 放出来 修假 你要让大家知道 当然我们也要求的 我是认为他应该 不比说其实刚才那个 接受调查 然后呢就是要修假 当然进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MACC的问题 包括 包括AG的问题 这一些 这一些更加严重 这一些呢就让我们看到的话 就是 给人家一种感觉 至少这感觉的话 这感觉的话在于 大体上已经进入大家的脑袋里头 就是有一种 你一直要盖啊 用具比较形象的话 用具一盖一盖一盖 你这种东西要盖吧 就应该一个国家收场的话 你打开来看 这笔钱来自谁你就公开 不然你要得到你那监献者的认同 或者就此地无因三百两 要不然的话你就要承担一些责任 来的钱你不愿意公布的话 那么你身为一个国家收场的话 你必须要负起一切的责任了 你不愿意公布 那么当然 如果你要尊重你监献的人 那么你就不要公布 那么国民没有办法 民分的话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刚才回到刚才那个网民的问题 外面您答了 就是 他说 想要请问这么大笔钱 汇进首相的户口 国韩总裁会不知道吗 为什么丑闻爆发后出来 他没有出来解释 两位的看法是怎么样 首先他自己那几多话 自己宣布 这比肩有啊 国韩总裁 刚才那个 中央银行的条例 中央银行有条例管制银行 就是当有这个超过一定的数目的银行转账 你必须要向中央银行汇报 而且中央银行有责任来调查 这个会不会触犯洗黑钱法令等等 银行体系本身会向中央银行 所以这个问题就这个网民其实看问题看得很准 他肯定知道 他就证明他是well informed 他了解 所以中央银行不可能不知道 有26亿银行贿赂一个人的户口 而中央银行说不知情 那个是基本上 这样子讲 所以为什么丑闻之后 爆发之后他没有出来解释 大家其实都很想要知道 他的想法是怎么样 可是到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他的 这个就牵扯到整个 所以我刚才说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引诱而已 国难当前 不只是首相一个人问题 现在关系到整个马来西亚公共机构的诚信和公信力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管制的最高领导 反贪务委员会作为树摊的最高机构 警察作为制法的最高机构 总检察署作为提控的最高机构 这四个机构的公信力 现在都面对史无前例的考验 因为最大的嫌犯是首相 到底马来西亚有没有一个制度 能够去制衡 或者能够以公正不阿的通明的方式 来保护国家的利益 而不是让个人的利益 或者是政党的利益 凌驾于整个国家的利益